生活要顺其自然,看不惯的,就当做没条件,想不通的,就宅得拐个弯,该来的,就坦然接受,留不住的,要学会放手,凡事没必要,非要乱出个高低,赢得了利益,却多了许多仇人,获了分荣誉,不少人怀恨在心,得了个第一,却遭无数人的嫌弃,何必,属于你的,不用争, 不是你的,抢不来,即便乱出了高低,也不见得会比别人幸福几分,你们世界又如何,书不知书掉的全是情分,不少事情,系里斯明镜,有些人笑了,并非是真心高兴,有些人哭了,也不一定全是伤心,你所知道的,不要全说,彼此糊涂生活,其实也很快乐,做一个淡泊之人,随心, 心静,随性,心安,明知微笑的背后藏着虚伪,甚至在许的身后,有着违心,清楚一切都来的,那么虚情假计,可愿意就这般傻傻的,该理生往来咱也得实心诚意,傻,觉得也挺好,与人交往,请携带菩萨心肠,看人长处,容人短处,想人好处,帮人难处, 或一天,要记住最美好的时段,处于人,要常念最感动的瞬间,对待事物,是一颗平常心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不为花开而沉迷,也不为花落而惆怅万分,四季交替,生命也在轮回,一路告别,一路相遇,来去都是缘分, 一切都是过往原因,那就看待一点,糊涂一些,快乐才能更多一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